大家都知道,马荣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,为此,他的好友也在微博晒出了他的童年照片,但同时他的闺蜜也透露了一条消息,那就是马荣已经把儿子还给王宝强了。 事实上,从马荣以前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,他十分不满把愿把儿子看给王宝强,为此,他发文要求和王宝强住在一个小区,这样可以让他们的儿子慢慢适应分开的过程,但王宝强似乎并没有答应他。 在接受采访的视频中,马荣说他非常在意两个孩子的感受,不想让他们长大后,看到他们的父母互相撕扯的画面,站在马荣的角度,他确实跟孩子接触的时间较长。 所以,马荣判决后他迟迟不愿把儿子还给王宝强,似乎可以理解,但最后终于等来了马荣的强制执行。 8月8号就是马荣的生日,大概是为了过一个安静的生日,或许更是害怕马荣的抓捕。 他的朋友今天付出,他已经把儿子还给了王宝强,看来根本就不是马荣自愿把儿子还给王宝强的,而是在法院人员的强制执行下,王宝强才把儿子领走了,因为对话内容显示,旁边法院执行人员都开库了,也是。 无论父母怎样,两个孩子是无辜的,两个孩子就这样强硬地被分开了,也确实让人心酸。 明天,马荣将迎来32岁的生日,但这个生日他注定是过不踏实的,刚刚被王宝强夺走儿子的他,心里一定十分难过了,而且,还要面对财产官司,都没完没了纠缠,估计他早已心力加脆了,由此看来,马荣前几天根本就没有出国。